第十字幕 李宗盛 問你呢 新鮮農 我沒做耶 啊 那你怎么证明你的当事人不是罪犯 他们可以证明 没错 他就是我们村的李老三 平时吧 他也不爱说话 就知道干活 挣钱 疼媳妇 就前两天来上海 说是要给他媳妇戴着花衣裳 没想到就抓这儿来了 你们说的都是真话 法官大老爷 不信到我们村就问呢 没有不认识他的 我们都管他叫李老师 被告 你为什么不向警察说出实情呢 这个问题由我来替他们回答 这几个乡下人来到法庭 仅仅是为了作证 就已经吓得浑身哆嗦 语无伦次 更何况我的当事人 走在大街上 突然被抓 关进监狱 并拖到了法庭 我怀疑我的当事人 精神出现了问题 并保留 申请调查我的当事人 是否受到过刑讯逼供的权利 这实在是太荒了 仅凭几个乡下人的胡言乱语 就可以证明 这个人他不是李三吗 但凭唐检察官的一面之词 也并不能说明 他就是李三 我们要维护法律的尊严 我们更要维护法律的公正 这也是我们唐检察官 一再强调过的 现在休庭 休庭期间 何一庭将会做出最后的判决 唐检察官 抽烟吗 汪儿 你不惜 你不要得意得太早 也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唐检察官 你这是在威胁我 大家都听到了 大庭广宗之下 唐检察官在威胁我 宋历史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唐检察官 我这儿有上好的古巴雪茄 要不要来一支 以前不抽烟没关系 谁都会有第一次吗 刚才的情况你已经看到了 这就是国内的现状 法律被这些人渣 糟蹋成什么样子 唐检察官的意思就是说 法律只有被他糟蹋过之后 那才叫法律 二位不要着急 稍安勿躁 毕竟法庭的宣判结果 还没有确定 唐检察官 我现在发现 我越来越喜欢 律师这个行业 请吧 现在宣判 李三议案应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故本法院宣判如下 犯罪协议员 当情释放 报官大人 即便事实不清 也应该发挥 重新补充政策 为何要当情释放 本法官不想 在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上 在天上一装 用来染红 别人头上的帽子 法官大人 唐检察官藐视法庭 咆哮公堂 可是要被定罪的 小姐 对不需要搭车 我们认识吗 算是认识 也算不认识 你这种搭线的方式 有点过于老土了吧 那么你走好 我们殊途同归 妖魔 还说什么 我有生杀大权 妖魔见了我会害怕 车单 来 阿正 他们 没有虐待你了 初先生 小姐的新歌已经飞回来报喜讯了 你为我们请了律师 还救出了我们李三大哥 这个大恩大德 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 我说过 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的 我们对天发誓 以后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兄弟们上刀山下火喊 眉头绝不皱一下 你们真的会听我的吗 你就吩咐吧 那回去告诉你们小姐 以后不要再打雷厉刚的主意了 可我们跟雷厉刚有不共在天之仇啊 这个我知道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一则 我怕兄弟们吃亏 二则 也会弄乱我的计划 放心吧 我会让雷厉刚 死无葬身之地的 我会把你的话 转告给小姐的 以后有什么事情啊 我会让阿正兄弟来找你们 我们随时听从你的吩咐 那就告辞了 不仅仅 对 嗨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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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楚先生 您总算回来了 雷扬都找了您好几天了 雷扬 你不在家好好休息 跑出来干什么 楚先生 对不起 你让我不要伸张的 我被绑架的事情 结果我的父母还是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吧 我以前是怕他们知道了 会担心 楚先生 您是怎么把雷扬救出来的 那个过程一定是非常紧张刺激 险下丛生吧 我无非是跟土匪 做了一个交易而已 什么交易啊 小陶啊 是不是所有的记者都像你一样 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呢 这大概是职业习惯吧 楚先生 我父母想请您来家里吃饭 那是应该的 楚先生可是你的救病恩人的 不用这么客气了 我妈说她会亲自下厨的 我都很久没有吃过我妈亲手做的菜了 好的 你替我谢谢他们 楚先生 这是我们家地址 那明天下午五点钟见 好 明天见 那我先走了 楚先生 再见 楼上整层我都包下来了 为什么会有人从上面下来呢 都是小费惹的货呀 爸 你好 你跟那个楚先生约的是下午五点吧 是 楚先生应该快来了 帮我记一下 迟到啊 是他们有钱人的专利 这些个有钱人 他们觉着不迟到 就显示不出自己的身份 楚先生可不是一般的有钱人 不可以用有钱人信用他的 那也不过是个土财主 在全上海乃至全中国 数一数二的富豪 怎么可以说是土财主呢 你懂什么呀 以后是风机口记好 好 你不是很喜欢和我顶嘴吗 你来啊 我看你躺在床上你还能说什么 我要让你后悔你的多岁 毁得你肠子都轻了 我选了复合适的轮椅 过几天将人给他送去 他需要躺多久才能坐起来 坐到轮椅上 最起码三个多月吧 你找人放出风去 就说宋律师贪心不足 继续向李三同伙索要钱财 李三同伙反悔 才导致了今天的这样的悲剧 外面已经传开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站出来 大声地呼吁社会良知 让所有人都知道 践踏法律的人 只能是自食其果 傅先生叫人把这个送来了 他倒是满食食物的嘛 有了这笔钱 我对法律的秩序更有信心了 雷旅长好 傅先生幸会 幸会 我夫人小梅 西方人说 一个绅士最起码的礼貌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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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说 一个绅士 最起码的礼貌 就是首饰 希望没让夫人和旅长等太久 那里那里 怎么会呢 褚先生 您来的分毫不差 而且西方人还说 准时是国王的礼节呢 夫人 我承敬你 初次见面 我替夫人 谢谢褚先生 妈 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没什么 我只是 我只是突然想到 要是没有这位褚先生 我可能就会成为一位伤心的母亲 不是她怎样度过以后的每一天了 我多不下 我还是要带她 我们已经已经到了 快要接到了 我们的肩膀 不想要接着 我们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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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楚先生 我雷某能有今天 那都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 拿命换来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立功心切 偷偷地跑到敌人的地盘上 化妆侦察 结果 让人当奸细给抓了起来 整整关了我三天三夜呀 多亏我意志力比较坚强 硬是咬牙挺住了 他们见问不出什么 就把我给放了 真是没有想到 里长还有这么神奇的经历 说起来那三天啊 那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了 我几乎是掰着手指头 一秒钟一秒钟地数不过来的 我好像就 就被关在这么大点一个小黑屋子里面 七十二小时 爸 我都听了多少回了 您能说点别的吗 你怎么不说我妈当时是怎么担惊受怕的呀 杨阳 你能得救全靠上帝的保佑 是上帝派楚先生来营救你的 你要记得多感恩 看来夫人 是虔诚的教徒了 是的 我相信 我相信上帝在天上 会默默地注视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 有时候上帝也会打盹啊 夫人 对不起 我不应该在您的面前说那么不虔诚的话 楚先生 这怎么能叫亵渎呢 当年我被敌人抓住 被他们折磨 我觉得当时老天爷就是在打盹 要是我一直有一丝的薄弱 让他们知道 我就是让他们闻风丧胆的雷厉刚 可能我早就被人撕成碎片了 旅长 我很好奇 你被关在里面的那三天 心里面都在想些什么 他们严刑考导我的时候 他们长什么样 我全记在心里 我当时就想 一旦我们出去 我就找你们一个一个的不仇 后来我真的带兵打过去了 没想到这帮家伙好像提前知道了一样 纷纷在战场上都战死我 到省得我动手了 三天七十二小时 生不如死啊 楚先生 有一个我认识的人 他被关在地牢里 关了十八年 旅长 你说 他的心里 在想些什么呢 他是因为什么被抓的呢 具体的情况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听人说 他是被身边的几个人 联手陷害的 那还用问吗 出来以后找这几个人报仇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对不起 对不起 夫人 我们说这些 可能让你的心里不舒服了 我相信 很多事情 是上帝在考验人的信仰和意志 人无论到什么时候 都不应该丢掉心中的爱 那就是说 既要爱邻居 也要爱仇人 可惜啊 这个世界上 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啊 我去厨房看看 楚先生 今天我妈是亲自下厨 三叔 小姐 太好了 你总算回来了 咱们的仇还没有报 老天爷 怎么会轻易地收走我的命呢 来来来 休息 赶紧坐坐坐 我刚刚去雷丽刚家附近 打探了一圈 我发现这个混蛋 好像已经有了防范 他家附近 一直有人在站岗放哨 我说二弟啊 这小姐刚来上海 人生地不熟的呀 你就放心让她一个人 去刺探情报 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 三哥 我拦了 可小姐值得要去 谁拦得住我 我一个姑娘不碍似的 再说我这样个子小 出去反而目标更小 三叔 你以前不是一直都说我 年纪还小 要我忍耐吗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 雷丽刚这个仇 我一定要亲手去报 小姐 可我们拿那个姓楚的 该怎么办呢 他 别的事情都好商量 复仇不共戴天 这个没得商量 等等等等 你们说的哪个楚先生啊 就是把你救出来的那个楚先生 小姐啊 我李三这辈子除了你父亲 就不欠任何人的情 可人家救我出来 我到现在才知道 不行 小姐啊 我现在就得去向人家道歇去 三叔 小姐 小姐 你就让他去吧 三哥这个人就是这个脾气 你要不让他去 那简直比杀了他 还要让他难受啊 楚先生 我看你刚才吃得很少 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啊 夫人不必客气 我吃饭一向如此 对于我这个四海为家的人来说 家庭的温馨 比什么美味佳肴都重要 今天 能分享到你们的家庭幸福 这比什么对我来说 都愉快 那楚先生有没有考虑过 在上海安居 这样 以后也能多教雷扬一些东西 我浪荡惯了 恐怕 没有这个福分 享受家庭的幸福 和宁静 办完了我该办的事情 我会离开上海的 好 楚先生要办什么事呢 不知道雷某可否帮忙 需要的时候 我不会客气的 好 后天 万国博览会就是最后一天了 全上海的焦点 都会聚集在刨沟场上 如果楚先生感兴趣的话 我想请您一起到刨沟场放松一下 那条风头正进的长盛将军 已经被我买下了 乐意风味 爸 我也想去 好 都去 都去 小梅 你也该去散散心了 咱们看看咱们家的长盛将军 怎么样大显神威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楚先生见笑了 我这个夫人啊 就是这样 来上海这么多年了 还是不解风情啊 那雷先生 喜欢有风情的意思 哪个男人不喜欢呢 可是风情这两个字 对于女人来说 不到一定的年龄 做不来 对于男人来说 不到一定的年龄 给她看 也是白看 难道风情不是天生的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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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错特错 打个比方 你说女人 她是像茶 还是像酒呢 入口干矣 性如烈火 当然像酒 其实像茶 不知道雷先生有没有发现 茶叶在入水前和入水后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 女人这杯茶 入水之后 她会慢慢的舒展 直到 她的叶子 完全滋润开 你才会觉得 有不俗的口感 佩服佩服 楚先生真是颇有心得啊 过奖 过奖 所以啊 天下的好女人 都是需要 慢慢地泡的 精彩精彩精彩 少麻烦不了你们 那我们全家送一下楚先生 留步 不 您是雷扬的救命恩人 应该的 请 好 留步 老板 我们就是 对 周老板 好 看不起 你 晃 真是的 你 不 因为你 杨阳 你觉得楚先生 这个人怎么样啊 那还用说吗 他名声显赫 不可敌国 贪图举止又极为得体 为人又好爽 简直是完美无缺 有的时候我甚至想 他是不是从 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呀 另外一个世界 我是打个比方 因为除此之外 我实在想不出 什么来吸容他了 以前呢 妈总是不让你 随便在外面交朋友 现在你也长大了 不过在外面交朋友 还是要谨慎一些 妈 你放心吧 您想多了 你看到了 有钱身上那些毛病 吃喝嫖赌 在楚先生那儿完全没有 他需要的只是 我们之间的友谊 是啊 是妈想多了 她是救过你命的人 跟她 接触得越多 你越能发现 她身上可贵的地方 她就像一个深邃的大海 我将来要是能像 楚先生一样就好了 她不是尽力的因为 请你赛讨订阅 啊 你赛订阅 阿正 你和我不冷静的时候 一定要提醒我 看到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 要阻拦我 直到现在 我都弄不清楚 在自己的心里 对梅子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情 可以看得出 她脸上的忧气 她好像和我一样 一直都生活在过去 上车 妈 青岛的海 是不是也像画上这样的 哪能一样啊 那个时候的青岛 还笑骄傲呢 真想回老家看一看 都没有听你跟我爸 说过老家的事 都是些陈寧的 年年往事了 没什么好说的 你跟我爸真奇怪 一位老家就是一句 没什么好说的 真想知道你们年轻的时候 都做了些什么 妈 你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吗 妈曾经年轻过 不过现在老了 行了 快去睡吧 快去睡吧啊 快去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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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天 做个心 没什么 你能不能睡吧 先不睡吧 你会不会做睡吧 汉子 诚心诚意地 想跟你交个朋友 滴水之人 当永泉相报 既然您拿我当朋友 打今儿个气 我李三儿这条命 就是您的了 如果我们是朋友 以后就不要跟我客气 这位兄弟 我听说你差点 被我的手下活埋了 我带他们向你道歉 来来来 坐坐坐 楚先生 您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呀 我在给动物调试一种 能让他们兴奋起来的药水 我给它起名叫兴奋剂 我听不明白 如果动物喝了这种药剂呢 它会爆发出 不可思议的能量 你坐 这世上还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啊 你就比如说 一只羊喝了以后 就会比马跑得快 我要是喝了它 现在是不是一个人 就能打它十个人 人可不能喝 人喝了以后 瞬间 全身的能量释放出来之后 但是很快 就会脱水而死 三哥 我已经吩咐了楼层的适应声 不许任何人上来 你是怎么进来的 楚先生 这世上 还没有我李三去不了的地方 就算是皇宫内院 我也一样出入自如 这次要不是因为我大意啊 怎么着也不会被那些笨警察给抓了 那三哥 倒是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只要我李三能做到 您尽管吩咐 真是神奇啊 忘国布朗会后 你们得给我 都是挖掉蒙亮奈目来 是哪准备将采访的反面请门啊 什么情编话的 要阴谋 要黑幕 要让人看了脑袋 就嗡的一声那种 越黑人听我越好 方改达子去干 别怕捕风捉眼 大不了咱们过几天 再给报纸上看见一个 道歉声明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 涛主编 万古布朗会明天就结束了 这大家都丢着赛狗呢 您看能不能透露点消息 让我们俩这也宽一点 这还要透露吗 卖长盛将军啊 肯定能有吗 废话 那当然了 这可是上海警卫区独立旅长 雷丽刚的赛狗 那家教导都没提大把冲锋头脑 那我卖三十大洋 就这点说去 我告诉你们 这种发财的机会 你们一生中也遇不到计策 这是刨沟场周围的地形图 我们根据可靠情报 雷丽刚和他的家人 到时候会在刨沟场出现 三叔怎么还不回来 他昨天半夜匆匆回来了一趟 说是要去为楚先生办一件事 还说 让我们都听楚先生的 我们自己的事 为什么要听别人的 三叔不来 没关系 我们自己干 明天等雷丽刚出了刨沟场 我们就在这条路上 不及他 小姐 在刨沟场干不是更好吗 刨沟场总共也就两个出口 一旦他们把出口封住了 我们就都出不去了 小姐说得有道理 那咱们就这么干 坐下 小姐 没关系 夜 1 10 10 1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是经常说吗 无论是看人还是看东西 你爹我从来就没有走过眼 真该带我妈来看看 她都在家里太寂寞了 她是在用寂寞惩罚自己 我妈干嘛要惩罚自己 因为她觉得自己有罪啊 我妈那么善良 她有什么罪啊 善良的人才会觉得自己有罪 总觉得自己亏欠别人的 照您这么说 那不善良的人 既是有罪 也说自己没罪 全世界都欠她的 对 儿子啊 就是这样 这就是这个世界上人质根本 不说这些了 来 给我看看这些赛狗的资料 你觉得 谁会赢啊 不是觉得 常胜将军一定能赢 对 诶 幸运好 怎么是一条 又老又瘦的老狗啊 那为什么还叫幸运好 怎么了 爸 没事 我只是觉得 这个名字 配这个赛狗 太名不符实了 诶 楚先生 怎么还不来啊 爸 那要不我去移应堂 别乱跑啊 一会儿还要去教堂接你妈呢 好 楚先生 一切都按照您说的办法 药水啊 已经给讯应号用上了 放心吧 好 你的手下 怎么会出现在刨沟场呢 什么 你赶快让他们离开 我说过多少次了 这样 是杀不掉雷丽刚的 我是担心我们家小姐 听不进去我说的话呀 这样 只能做无谓的牺牲 请你们相信我 那我现在 就让兄弟们马上离开 好 来 楚先生 您怎么不去厂商就做 时间还早 我在这里喝一杯 楚先生 您还没有下注吧 我帮你去买城城将军 一定可以赢的 是啊 我刚才去狗社看了一下 所有的赛国里面 就属他最闲眼 他又是赢我俩 那老天肯定瞎了眼了 凡事总有个例外嘛 有时候 老天爷就喜欢 跟人开玩笑 啊 你买的幸运号啊 有什么问题吗 只要他能给我带来幸运 就可以了 楚先生 您知道幸运号 是叫什么样的狗吗 我只知道 他的名字 代表了幸运 哎呦 完了完了 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这结果还没有出来 而我不过是想试试自己的运气而已 你想干什么 他说楚先生让咱们不要褚 让咱们听楚先生的话 俏话 他连话都不会说 你能明白他的意义 大蜀 嗯 小姐 他在咱们这儿待过去 所以我能明白大蜀的意思 请你告诉楚先生 我谢谢他的好意 你给我把路让开 来两个人跟我上 其他人跟我走 小姐 他说这是楚先生的名字 你为什么不回应 两个人 如果你不然 还愿意 甚至这被疑 你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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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